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清代文学家林四环的《口技》 其中生动地记载了口技表演者 他们用高超的记忆来展示不同的生活场景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与此有关 久闻其名 未闻其声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相书的世界 十至七月 三福田酷热难耐 动物们又是如何避暑的呢 天亮了 鸣叫展翅是琴类的散热方式 鸟儿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依然欢快地活蹦乱跳 老虎正在打肚 在这样的天气 丛林之王也没了捕食的兴趣 大象则是这方面的专家 长长的鼻子就是它们的天然领域 八戒们似乎除了减少运动量 实在想不出别的降温方法了 太阳下山了 鸟儿们为我们诉说着 夏夜独有的美好 您能想象 刚才视频中动物的声音 全是由人声发出的吗 这位青年演员名叫杨青龙 刚才所有的声音 都是由他模仿出来的 平日里 他的工作是一名口记妇女师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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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哎呀 不怎么样 干这一行 不仅要对听觉艺术 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更重要的是 要求嗓音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而真正传授给他 刚才那栩栩如生的口记决意的 是他的老师 四川相书大师鲁国华 经中友善口记者 会宾客大宴 这篇大家耳熟能详的口记 出自清代文人 林四环之笔 而口记在后来 逐步发展成为 有情节 有人物的相书 也被称为暗相生 隔壁系 明清时期最为盛行 四川相书起源于江浙一带 清朝咸丰同志年间传入四川 相书一词首建于成都通来 如今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失传 只有四川尚有这门民间艺术 一捆长杆 一盏绿布 搭起了一顶简单的罩子 而这就是四川相书的全部道具 其表演特色 是一个演员 在二尺五寸建方的布围中 模仿各种人物 动物和其他声响 借助声音描绘场景 刻画人物 它由口技发展而来 又融合了民间笑话的特点 堪称暗相生的活化史 今天做客演播室 一起来探讨话题的是 巴士文化研究专家 袁婷冬老师 袁老师 说到这个咱们四川的相书 其实它在一段时间内 还是很辉煌的 比如说它和四川的青鹰 杨情并称为荣成三绝 比如说你看像四川青鹰 四川阳琴 现在还有不少的学员 愿意去学 但是相书 其实当我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我也问了一下 我周围的人 很少有人知道这相书 是怎么一回事 好像就知道 它是跟这个口技有关 有口技给演变过来的 是这样吗 是 因为相书 表演技巧 相当难 三年五在根本学不好 它难在哪儿啊 就是刚才说的 它是口技有基础 口技是我们中国一个 非常非常有特色 这么一个变样形式 现在文化其实在 韩代就已经在宫庆里面表演了 那么这么多年发展 全国过的最后的口技技巧 那么相书就是 以口技为基础 加上故事清洁 就是说一个人通过口技 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来模拟自然间各种各样的声音 然后把它集合成一个断曲 真的那个没有三年五年功夫 根本连不出来 这是一个 而一个人 由于他不跟观众见面 他是在一个不畏之里边 就是说他不能有 通过他的肢体动作 和面不标签的吸引观众 全不可口技 所以这个相书 又有一个名称叫口戏 口戏 对 就是一张嘴 来包了川台戏 那个功夫相当不容易 所以说这个四华所有比较难 学的人也不多 那么现在的传承真的有点的难度 那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人 在四川发展的比较好的时期 哪些人是作为这个相书标准的 我说有有曾宾坤先生 他在名贵时期 在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跟他说成为庸城山巨 杨青的代表是李泰塞 那么秦英代表是李月球 相书代表就是曾宾坤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没有这些娱乐方式 那个成都的娱乐生活 就是那样 第一 开始 第二 听取义 茶馆就听取义 因为过去没有专门的取义演出上说 都在茶馆里面演出 所以这个茶馆文化 还是催生了很多艺术流派的诞生 是是是 我们很多取义 都是在茶馆里面飘出来的 那我们四川相书 是不是在建国以后 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肯定是 曾多当时候分为两个区 东城区和西城区 东城区和西城区 都成立了取义队 有了古典的演出上说 真是每天买票演出 就是一个正规话了 这是一个 而一个当时政府总是他们 有调研 有慧研 好的时候 还送我们到北京去演出 在全国人民面前 就赞赏我们四川区域的风筛 那我们四川相书去过北京吗 去过 而且我还知道一件大事 一个是六一年 就是曾兵坤已经故事了 他那儿曾小坤 他的土地这个罗军林 还有当时处于对一个 专门搞文字创作的小富 他们一起在北京的时候 不但在北京剧城里面演出 而且还进了中南海 给几位川级的 就像四川老乡 对 朱老乡 陈老乡 小明同志给他们演出 会得很大成功 这个是对我们民间区域 一个极大的认可 是 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是 因为我们这几位 就是四川老乡 他们都很喜欢四川话 我告诉你 我当年在军江剧城 看戏的时候 我就跟了朱老乡一起看戏 因为我们人进去的时候 买票在楼上买了后头在 创作人家打闹菜的时候 我们看到 现在几个一看 朱老乡 就只有两个人陪他 他做的是第三派 我跟朱老乡一个去想看戏 他们到程度来都这样的 包括小明同志 他不但看戏 他还点 他想看什么 他们都是四川万一的内行 对 其实他们很懂戏的 很多都是内行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 一个是一个差距 就是说几位老旗兵 看了他们演出过很高兴 程老乡就专门给陆军林说 这个东西需要传承 你回程度去 要收处地 好好带 把香树传下去 于是陆军林很高兴 很受过 回到程度过就收处地 其中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 最优秀的相书 也是叫陆桂华 那作为咱们四川相书 仅存的传承人 鲁国华老师 他又有着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VCR来了解 当年曾炳坤之子曾小坤 与其弟子罗俊林 收了数位弟子 时过境迁 这些弟子当中 要么已经临世 要么转业改行 而现在我们去拜访的 是目前四川相书的 第三代唯一传人 鲁国华 鲁国华生于1943年 儿时的他平平无奇 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天放学以后 跑到成都北门城隍庙 去听罗俊林先生讲相书 可谓是罗老师的头号粉丝 罗老师您现在还记得 第一次看罗老师 说相书是什么时候吗 我第一次听相书 是在1953年 在北门城光廟 听到我的师父 鲁国华林 在那个地方表演相书 我听到他一个人 在这个咕咙咙里头 能够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 又还有能够模仿 男女老师 各种动物的声音 也会做得太神奇了 罗俊林的相书表演 在幼年时期的鲁国华心中 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初中毕业以后 因家境贫寒 无法继续学业 只能分配到成都渔场 做一名养鱼工 直到1961年 罗俊林自中南海 汇报交流结束以后 开始苦苦寻找接班人 鲁国华才在洋情艺人 消避大的引荐之下 第一次站在了 从小的偶像面前 回忆起与师父 罗俊林的第一次见面 鲁国华满是怀念 罗老师您现在还记得 第一次拜师的场景 是什么样的吗 记得 记得 那是1963年 我跟我老师见面 我说我很爱听你的 有些节目我都记得到 我老师一听很高兴的时候 好 那你记得 那你就把你记得到的 说到我听一下来 我就把我平常听的 记得最好的 说给我老师听一下 听到我老师笑了 很高兴 就这样他就收下我了 我记得那年 是我今年20岁 四川民间传统艺术的 黄金时期 是在1963年到1965年 那段时间 涌现了一大批 优秀的民间曲艺演员 而鲁国华 也是在那个年代 在成都闯出了一番名堂 拜罗俊林为师之后 鲁国华每天都跟随老师 刻苦钻研相书艺术 1963年12月12日 那是对鲁国华特殊的一天 特席 在跟随老师 北京 多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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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局目 都是很写实的 就相当于当时候那个社会的好像一个纪录片那样的味道 很写实 就是说今天话要说 它非常接地气 翻译民间疾苦 翻译人民心中一些想说的东西 通过他们就把它说出来 而且非常不容易的是靠一个人的嘴巴把这样的民间疾苦都给表现得凌厉进去 你张这个就是一太实啊 对啊 所以这个确实不容易 那说了这么多呢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四川相书的风采 来看一看鲁国华老师他的表演 那么在看这个表演之前呢 有一个小的提问 鲁国华老师接下来要表演这个相书选顿当中 他一共饰演了几个角色 给大家四个选项 A 3位 B 4位 C 5位 D 6位 电视机前的您可是要仔细听哦 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起来做的 马上要过年了 趁早把猪杀了 不不 爷爷 今天老是啥猪子 我还是来帮忙的哦 对 另外这 我的乖子也来帮忙 老娘子高快点来哦 哎呀 老头子 你听我那哈的 这好啥子嘛 好 这好 好得安逸 你弄得我真的把海椒面喝到汤眼行之后头去了 呵呵呵呵呵 麻辣汤眼 辛苦了 老儿 老儿 哎 啥子事 把猪杀了 准备过年事 要得要得 那我把修正喊来帮忙 修正 修正 哎 啥子事 高快点来哦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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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啥子事 啥子事 啥子过年事 哎呀 要得要得要得 亲家 亲家 有喂 喊娘秀 今天早晨我上厨请你帮忙打个手哈 把爹没来头 说干就干 就走啊 哦 跟着来 跟着来 修正高快把笋子寄给我 妈去嘛 哪来 妈去 哪来 哇 哇 我呜 不才鲁国华老师的这一段 这个杀猪过年啊 确实是唯妙唯效 对对对 非常的精彩 那么袁老师现在来帮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仔细听来《杀猪过年》里面 鲁国华老师表现了几个人物呢 六个 六个 对 正确答案是D 他爸爸 他妈妈 他本人 他老婆 他娃娃 还有亲家 另外还有猪 那么正确的选项是六种角色 电视机前的您回答正确了吗 久未登台 但鲁老先生风采依旧 上世纪六十年代 四川相书在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之后 因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 罗俊林 鲁国华的民间表演活动就此中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罗俊林去世 曾小坤退休 其他弟子纷纷转业 四川相书的传人 仅剩鲁国华一人 还在苦苦坚持 无法登台表演 相书艺术也慢慢地被遗忘在了历史长河中 相书停下来又很长时间都没有演了 这个期间呢 我就只有四个书方言相声 无演无奥戏来维持生活 相书呢 就只有晚上 我一个人偷偷地练 一九九九五年 在成都市绝技绝艺绝魂三决赛中 鲁国华凭借四川相书参赛震惊四座 终于 时鲁国华 终于 时鲁国华 时鲁国华收下了后面的六位弟子 这六位弟子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八树孝星铁公鸡 这个 我的恩师 鲁国华先生 没想到这一失一败 然后一学了过后 没想到这个大头还抱怼了 这个平时呢 大家在幸福拍摄里面 只晓得我演铁公鸡 我的鸡脚很厉害 但是 大家还不晓得 我还会另外的绝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从电影电视到手机短视频 三地四地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 也愈发震撼 而四川相书这样一门 需要静下心来 认真聆听的 纯粹的听觉艺术 显然已无法再满足 当代观众的需要 面临困境 四川相书又会如何求变呢 相书肯定需要创新 我们现在心理生活当中 有个祝 segue 帮助 接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BBOX可以在全世界发展得这么好 让那么多人去接受 但是咱们的四川像树口技 至今却无人问津呢 这个四川像树 它是属于中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来的门槛很高 高音了 比如说婴儿啼哭 或者鸟叫这些比如 就是很多声音它是在你这个 上门控制范围之内的 有些人如果不得中高低这些音 你念口气是念不成的 BBOX它都是纯粹的纯磁音 就是这种节奏性的 像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节奏性的东西 比较容易接受的 比如我们去吹耍 你学个鸡叫 学个狗叫 有些人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聚会的时候 我们打点BBOX这样子 有活跃气氛 大家又觉得这个东西很吵 所以说它在世界范围 比我们传统口气要发展的快点 但是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来关注我们中规传统的口气 创新不敢说 但是我们也在慢慢地摸索 现在这个市场 它现在没有接受像树 但是我们会把师傅传授给我们的 口气 急冷 全部把它说好 等到这个市场 需要我们把像树 口气拉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传给下一代 传承下去 卢老爷子今年已经77岁的高龄 身体状况也不复当年 即便是再高超的口气技巧 我们依然能够听出来 他的声音中 那无法掩饰的年迈与沧桑 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人生中的每一次表演 他都全力以赴 这一次也是一样 当你所热爱的事业 不被关注 无人问津 你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 独自坚守吗 鲁国华老先生 用他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 何谓传承 何谓热爱 穿像书的现状呢 其实也是很多传统 民间艺术的一个缩影 随着现在科技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呢 那他们传统艺术的这个发展方向呢 也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鲁国华老师 像这一辈的老艺术家呢 他们仍然在坚持 而作为弟子们 也在不停地创新 那么未来到底会何去何从呢 用鲁国华老师的一句话来概括 一切交给时间 来给出我们的答案 好 在这儿呢 要感谢袁老师 做客演博士 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 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